大家好,我是水姐 这是我刚刚煮的板栗 先来晒干 有个大姐也要了 紧紧这个板栗干 今天叫我把它寄去 这个煮熟晒干一大就爆了 这个很容易脱壳 我给它脱出来 可以了 阿平跟老谭去看北香果了 我帮它切一点竹子板头 还有个朋友要了一斤 我帮它切好 这个板栗是今天早上剪的 然后把它煮熟晒干 这一波鸡就是晒了两三天了 都有点想生了 现在吃还刚刚好 还咬得动 如果今天再晒一天的话 明天估计就咬不动了 像这种 它已经开口了 一晒过火了它就开口了 星期一捏它就睡了 它就开了 直接就脱好壳了 里面那层绒毛都没有了 粘在这壳子上 不出来直接就可以吃了 嗯 好 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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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一件事不断乱的东西 这个五指茅糖晒干了好难切 应该挖回来洗干净就把它切好 生的比较容易切 这个干了好难切 安平跟老糖去去看那个百香果 粗一点来人拿刀砍 这个切不动 这个只能是切小根的 他们两兄弟现在都比较拼 赶紧挣钱还赞 娶媳妇 兄弟俩齐心协力 我们可以挣钱 这个母子毛头 这个对是领好的 现在秋天来了 那包汤可以 包排骨汤啊可以放一点点进去 一起包 很苦的 还可以 可以去丝的 可以泡茶喝 喜欢喝酒的 可以泡那个8加1 吃了对生饼很好的 好 好 好 鸡汤啊可以放一两根进去 就很香 好 好